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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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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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一心一意要赢得这场比赛 他要数分数绝 我们看出来 好 小心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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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雷这样就吃了 二十八零 马哈老师也对他进行警告 哦 谢雷的这个 不遗余力的扫踢了开始 目的力目的性非常的强 古拉宾现在基本上不考虑 不考虑体能或者战略的问题 只要想拿下这场比赛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刚才轻松拿下比赛的邱建良来说 实际上是个好事 是 两位选手 现在要跟时间赛好 两位选手不管谁的体能消耗的大 如果消耗不大 那你就没有办法拼下来 这个过硬的对手 如果消耗大了 对任何一个人 对邱建良都是有好事 那谢雷知道了 谢雷认识的接腿 看见错误 好 别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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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别到了 别到了 好 别到了 别到了 好 又会做了 那 陈德鲁说了 小心 古拉宾神迹的伤口 哦 他真的是非常紧张 哦 看古拉宾的伤口好像还有又一次崩开了 但是这样的伤口 对于古拉宾来说 他应该不想忌惮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经过多次的歹息的话 古拉宾的伤口如果再次加剧的话 非常喜欢被场地叫停 是 因为毕竟从这个安全和保护运动员的这个脚来讲啊还是要稳妥一些 两个人的眼角各自开了一个口 古拉宾要危险一点 对 比较危险 比较这个血迹也是越来越多了 不要 是 怎么还会来这种巿 噢 还有谢雷 第二次的食击 要注意一下 这个古拉宾呢 一脚踢到了谢雷的后景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嗯 用快到了 还要十秒这一局 最后一个带摔 第一回合级数